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The Very Busy Spider by Eric Harrell 好忙的蜘蛛 好忙的蜘蛛 一大清早,蜘蛛拖着一根细细的蜘蛛 蜘蛛拖着一根细细的蜘蛛被风吹呀吹过了原野 最后,它在农场旁的篱笆上停了下来 然后,开始用它那根细细的蜘蛛织齐往来 马儿说,要不要去兜风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母牛说,要不要去吃点草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妈妈 妈妈 细羊轻轻地说,要不要去草原上跑一跑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妈妈 山羊说,要不要去岩石上跳一跳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小猪说,要不要去池塘里打滚呀 蜘蛛 小狗大声地叫,要不要一起去追小猫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蜘蛛的网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 蜘蛛 蜘蛛 小猫说,要不要去睡觉呀 蜘蛛没有回答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呢 蜘蛛 蜘蛛 蜘蛛大声地问,要不要去游泳呀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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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猫头鹰问 这是谁支的这么漂亮的网呀 蜘蛛没有回答 它已经睡着了 这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小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别忘了给我按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见到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